好,我们就多做一些练习 巩固一下这一块 好,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 是不是让大家来去添加 别说了,别说了 好,让大家的话呢 是不是在这加一个技术了 好,技术的话 我说是计算这个数量的 就不用计算它种类了 几种商品 然后我们计的是这个数量 所以的话呢 你在这儿可以再来去加一个变量 因为我们要计数是在循环里面用 所以这个变量千万不要声明在什么里面 循环里 在做开发的时候 就是初期学习的时候 有些学生的话经常 比如说Numbers 就是我统计数量的那个变量 让我给它写成零 为什么最后我看数量的时候总是不对呢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这儿的话 每次累加 然后累加完了之后 是不是在这儿数量的累加了 是不是在下边 是不是叫数量累加 数量累加就是 你有这个数量了 然后是不是要累加上到这个Numbers上面了 好 然后NUMBERS 然后加等于NUMBER 一个加S了 又没有加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就要把这个谁 数量是不是给它加到这个上面来了 好 那现在的话 等我最后看的时候 为什么感觉这个NUMBER不对呢 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啊 我在这儿一运行 然后呢 我输入价格6.8元 然后买了5件 是吧 然后呢 在是否继续继续 然后12块钱 买了3件 然后呢 我在这儿的话 又9块9 不对不对 回车啊 然后这儿9块9 然后回车 比如说我买了10件 现在还要买吗 不买了 正常情况下 应该5加3加10 是不是就是18件了 是吧 好 那我接下来在这儿回车 哎呀 坏了 I'm sorry 我没打出来啊 白输了 然后商品数量 商品 商品 叫数量 共 是不是多少件了 共多少件呢 叫百分号 D 是吧 商品数量 共多少 总额 是多少 我就不加这个了 总额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就应该给他加上 括号 括号 第一个上面显示的 应该是number 后边是不是就是偷偷了 嗯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嗯 刚才输的 然后买了5个 啊 然后继续 6块8 然后买了7个 然后再继续 然后呢 在这儿的话 那是12 比如说买了20个 哎 是不是现在就退出了 好 退出的话 哎 商品共计20个 为什么商品共计 你看我是20加7加5 正常是不是应该是32个了 嗯 但是他现在在这儿显示的是20个 那为啥 我这不明明累加了吗 对吧 那这问题出在哪了 就是出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如果这个变量在这个循环里面要变化 然后呢 务必要把这个变量往哪移啊 往外移 那在里面有什么特点 在里面是每循环来了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是7叫 然后往上一累加 它是不是变成7了 嗯 但是当我下次再循环的时候 它就把里面的7给制成0了 嗯 就重置了相当于啊 嗯 又重置成0了 然后你再往上来去加的话 然后就变成5件 所以它又是5 然后回来又重置了 所以你看一下 我最后一次输的是多少件了 20 你看它最后记录的 是不是只有是最后一次的那个 那个数量了 嗯 嗯 所以大家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啊 务必要去干嘛去 往上拿 对吧 然后要去给它往上拿去 好 拿完了之后 然后才OK 因此我们运行一下啊 再来去看啊 就就写两个就OK了啊 比如说这个5件 然后继续2块9 然后买了18件 好了 然后退出 所以这时候正常 是不是应该是23件 就对了 是不是共23件 总额是这些元 是不是就OK了 嗯 好了 那在这的话 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个这个问题 让大家加这个数量的自增的目的呢 就是告诉大家 当你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 看你这个变量需不需要重置 如果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是每上来之后 是不是都会把number变成零的啊 然后呢 那你现在把它往外拿就不一样了 往外拿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是不是不断的累加的 嗯 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一个部分啊 在这个题目当中 然后呢 我们建议大家日后代码多了 先搭框架往里面塞东西 然后再考虑细节去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呃 猜数字 直到你猜对 就结束 我们昨天是不是用了random了 是吧 好 那我们还是练习啊 循环语句 练习 还是拿vile来去搞定去 呃 这个是几啊 4 然后猜数字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猜拳去 啊 总之就是 把这个反复练反复练 把这个结构 然后嗯 去多写一些代码 第一 熟悉结构 其次 然后锻炼一下你的思维 然后呢 知道写代码 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着手 写这个代码去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 第一 我的要求是这样啊 产生一个随机数据 然后我就是去猜 但是呢 猜几次 我不限定 然后呢 我说只要我猜对了就退出 对吧 然后随机产生一个随机数啊 第一 你要先能够产 产生随机数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你就要去猜 可以猜多次 可以猜多次 直到猜对为止 猜对为止 好 然后在这儿的话 还有提示 如果猜错了 给出提示是猜大了 还是猜小了 如果猜错了 然后适当给出提示 猜对猜大了 还是猜小了 是吧 好了 那大家来去完成这个啊 然后来去完成这个 好 大家来去看一下怎么做呢 然后第一产生用随机数了 你就应该上来先 是不是random了 随机数 我们现在都是随机整数 而不是小数啊 小数你就更难猜了 是吧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随机整数 只要是随机整数 就要用到我们昨天给大家说的 叫random点 random 里面是不是就是起始 start 然后另外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end 就是从哪到哪的 这个范围了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是上来就产生一个随机数 谁也不知道 然后叫random点 谁啊 叫random 产生多少的 1到50之间的 1到10太好猜了 而且还给你提示 是吧 我们来个1到50之间的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随机数了 好 那随机数完事了之后 我说允许猜多次 但是几次呢 不知道 那这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当你在做一个程序 我也不知道它是循环几次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往 v处上靠拢就好了 我没有说我必须猜多少次 因为每个人猜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用v处就好了 然后循环猜 循环猜 多次 然后于是啊 我在这儿就v处 来一个谁啊 处 最少你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 什么时候结束 是不是就什么时候结束了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你猜对了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就猜对 就 结束 好 怎么结束啊 怎么结束 用谁来去结束这个外表处了 是不是就用刚才讲的观念字 break了 那什么叫猜对 猜对当然是你猜的那个数 然后跟随机数 是不是长得一样就叫猜对了 如果猜对了 然后我在这儿是不是就break 然后呢 可以给他加一个打印 恭喜猜对了 然后叫恭喜猜对了 是吧 好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儿是不是爆红色帮上线了 这个红色帮上线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猜的那个数字了 好 那因此啊 我在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就应该干嘛 是不是就得有一个键盘输入 是我猜的 所以叫JUESS等于谁啊 input 然后请输入或者猜一个数字 猜一个1到50之间的数字 是不是这样了 好 我们要去猜一个1到50之间的数字 好 那猜了之后 那我是不是得办法类型转换一下呀 否则他俩是不是永远都对不上 是吧 得转换类型 这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好 那转换类型了之后 我还说了 相等就给出这个 不相等的话 我要给出提示 那你应该把提示放在哪 把提示应该往哪放呢 然后相等是这样 然后是不是就跑到不相等了 不相等是什么 然后那你可以用LEV来去判断去 如果JUESS大于软 软是不是就是你猜的大了 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我在这儿是不是就给出提示 猜大了 然后再小一点 是不是就给出这个提示了 然后呢 我在这儿为了给你提示的非常明确 然后我还可能 盖死小于RAN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来一个print 然后这个叫猜 小了 然后再大一点 是吧 再大一点 是不是就OK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列了一个 列了一个这个过程 或者你这儿不加ELS EV也行 是不是直接ELS就好了 等的大于的 剩下是不是就小于了 总共不就这几个条件吗 所以你不写这个条件 就直接来一个ELS 也没有关系 是吧 相等的 然后他比他大 那剩下要不就 是不是就肯定就是他比他小了 当然你加上条件的时候 就更OK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的话 来去运行 看一下能不能行 你写的时候 可以边运行边写 你不用像我一样 我其实在这儿的话呢 也是写完了之后才运行的 但在大家来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比如说 我就写到这儿了 我就测一下 看一下运行一下 能不能走通 我就猜对 看一下他能不能走这段代码 如果走这段代码 说明你写的这程序 是不是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你可以写一点运行一下 然后呢 最好不要就是代码再多的情况下 就不要像像现在这样 就是一堆写完了之后 我最后再去运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来去运行 来去看一下他之间的数字 我先从30开猜吧 猜大了 再小点 大了 到15 猜小了 再大点 然后20 再大点 25 再大点 这范围就好空了 是吧 28 一下是不是就对了 所以猜对了 是不是就直接over了 不是over 就直接结束了 然后呢 我现在再给大家加一个需求 看你怎么讲 这一块我写的这段代码 大家能看懂吧 能看懂吗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再往上面加一点点的需求 大家看这儿是不是说猜对了 然后呢 大家往这个上面说 你一共猜了几次 然后呢 我在这儿加一个需求 加一个什么需求 然后统计你猜了几次 第一 然后你要有一个统计 猜了谁啊 几次 然后呢 第二 这个提示语啊 根据你猜的次数不一样 然后而变化 对吧 比如说你猜了一次就中了 是不是啊 那我肯定给你一个很很干什么的提示了 是不是啊 一下就中了 啊 然后呢 在这儿的话 给他 如果啊 比如说如果一次就中 然后怎么怎么给他写呢 去买彩票吧 对 赶快去买彩票吧 彩票吧 是吧 然后呢 运气爆棚 啊 然后运气爆了啊 就就就这么写了啊 运气爆了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比如说啊 如果是几次到几次的话 比如说如果下边是二到几次 二到五次的话 啊 然后你给他一个提示 然后呢 给他个什么提示啊 运气 运气还可以 哦 给他价格 然后呢 如果你是六次以上啊 六次 呃 以上 我们就来个以上了啊 那就说明 嗯 然后运气 一般啊 是吧 然后呢 嗯 可以 怎么怎么怎么 运气一般啊 然后呢 但是也是猜对了啊 但是前提的话 你都给人加一个猜对了 啊 猜 对了啊 都给他加一个猜对了 运气一般啊 你自己加吧 啊 猜对了 所以要在刚才的基础上 加上 统计次数 根据次数 是不是来去判断 是不是运气爆棚了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了 那大家来去想 这时候我应该在哪 加上我刚才说的这段代码呢 对吧 我应该在哪加 好 我把题目给大家发过去 然后